正值年后名声消费淡季 最近你有发现吗 蔬果肉品跟鸡蛋的价格都在低档 那尤其是水果跟年前相比 平均价格降了快三成 让不少的菜兰族都说买了五样青菜 一大袋还百元有找 那也有人表示最近蔬果太便宜了 买到有一点心虚 我们就帮您盘点有哪一些产品 是可以让荷包传口气的呢 首先来看到是国产草莓 先前受到病虫害的影响 产量大减了三成 那导致价格大涨 美台金是标破了600元 那不过随着草莓的产期只将要结束 降幅居然就达到了7成 那现在市场上随处可以看见 美和百元的草莓 连学生的一样午餐 也可以吃到新鲜草莓 那至于蔬菜的价格 在去年9月的时候 曾经美金标破百元的菜王高丽菜 当时一颗动辄三四百元 那现在美金是不到20元 一般大扫的一个甚至50元有找 最后来看到是牛番茄 它的降幅更大 去年9月的时候 美公斤的平均批发价是150元 现在只剩下30元上下 那等于说足足便宜了5倍 再好比去年底 美金要加60元的泊菜 现在只要一半的价格 那美金大约是30元 不过啊 想要长这样的甜头 或许4月开始就看不见了 因为现在电价要调涨 势必要掀起物价上涨的连锁反应 今天民众党的立委张旗凯 他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 他就问经济部长王美花 他要他保证明神用电 1000度以内动涨 以及今年底水价是不能涨的 以免水电双涨会有所谓的共伴效应 张旗凯甚至形容现在赏水价 就像是变了心的女朋友都回不来了 我们来听王美花怎么做回应 他首先谢谢委员的提醒以及建议 那也表示目前没有涨水价的规划 但是电价是已经大事已定了 政府正在眼里相关的调整方案 也引发了各界关注 这位是主计总处的主计长朱泽民 今天也说他说根据台电初步的规划 不会无差别调涨 用电大户尤其是外销比重比较大的 涨幅比较高 那至于我们民生用户 小规模用户涨幅当然就会低一点点 就要来做出区别 但是立委就建议对于超高压的用电户 电费调涨的机制应该要有更进一步的规划 朱泽民也表达认同 他指出用电大户特别是外销为主的业者 会有相关的设计 否则补助电费反而变成在补助国外的消费者 不过现在可以知道的是 今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预测只是1.85% 可是加上电价上涨的效果 可能就会接近2% 也就是通膨警戒线 所以说民众未来的物价压力 真的是不容忽视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然后再开启小铃铛 再开启小铃铛 再开启小铃铛